花莲县护理师护士工会在福隆饭店举行了第十七届第二次会员大会 及庆祝护士节的表扬活动 县长徐正蔚亲自立临到现场给护理师们加冕 前段学院表示代表花莲乡亲深深的感谢所有护理师以及其家人们 花莲是一个地理环境非常特殊的城市 现今南北辖场又要发动中国和海岸山脉 村落部落以及聚落间有一定的距离 然而要承担起全县整个医疗安全网有赖于所有护理师们付出 甚至有非常多护理师因现代医疗政策的转变 成为机构服务者实地走访家户提供服务以及治疗 除了平日的辛劳还有疫情期间的付出 也感谢大家牺牲奉献以及建设岗位 现在在为了解决花莲县医疗的困境 还有推动长照的落实 很多的护理师也到外开业成为长照2.0的机构 很多的护理师也跟着政策走到家户去做服务 盗法 盗室 治疗 或者现在花莲县在推动的我们的这个 零终在家的部分 那个也是需要很大的医护能量能够投注 而且能够让我们的家属能够认同一起来照顾 我们的这个在家在家居服的人 或者在家做医疗的人 所以这会要再次替花莲的32位的乡亲来感谢大家平日的辛劳 还有疫情期间的更加的辛劳以及那个压力 我想每一个人365天那个loading都很很重 那个心理的压力都很重 所以今天能够大家一起能够聚在一起 请大家这个把那个沉重的心放下来 大家还是要这个互相互相的这个交流 花莲县护理师护士工会理事长叶修正表示 对139位流量花莲守护民众健康的资深护理师 表达最深的感谢 另外对专业贡献或民众以及机构肯定的 111位优良护理师 以及提升照护品质发表的个案报告 改善状况报告 护理研究与证实等 81位学术医疗护士们 以及8位进修奖励护士等等 记得继续欢迎观看